这个残涌你要做好了 它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但是你知道自己在家怎么做 才能够外酥里嫩特别好吃吗 今天我就把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来一盘不要钱的残涌 之后我们把葱切成大块 把姜切片 芹菜切成段 然后再来一点干辣椒 清洗好的残涌冷水下锅 加入大块的葱姜 然后来点盐调下底口 我们给它焯个十来分钟 就给它捞出来控水备用 焯好的残涌对半切开 然后去掉里面的内脏 切好的残涌装入碗中 撒上一层干淀粉 我们给它裹成这个样子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炸残涌的时候 先开大火给它炸至定型 然后转中火起炸 家人们 果儿每天更新美食 不为别的 就为您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 就给果儿点一个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给它炸至金黄酥碎之后 捞出控油 锅中放入一勺咱们昨天做的蜜汁辣椒油 油热放入切好的芹菜和干辣椒 我们将芹菜炒至断双 然后下入残涌 再放盐鸡精白糖调味 大火翻炒均匀 家人们 如果你们每天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 就给果儿留个双击 加过关注 方便日后查找 这个干边残涌就做好了 外酥里嫩特别好吃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我们见